北京时间7月28日晚结束的中超第14轮一场比赛 做贺克贝的广州富力队带两球 领先之下被对手完平比分 最终以2比2跟华夏幸福的握手言和 三分变成一番 积分榜上依然艰难爬行 关于这场主赎的鸭子飞走 赛后太多人把富力队丢球 归罪在小架黄正宇身上 但说句客观的话 如果不是黄正宇 富力队本场比赛 就绝不是带着一分回来 而是早就该输掉比赛 黄正宇有道胆的拿球控球能力 却把他一代放在脱后中位的位置上 当炮回去背黑锅 这不是他能力问题 更不是他撞上了新秀墙 而是主帅斯托伊科维奇的战术体系 一直就有问题 本场比赛 富力队在进攻上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当雷拉尔迪尼奥奥恢复神勇的时候 他与扎哈勒之间的连线 就是富力队最犀利的进攻手段 因此很快就取得两球领先 让富力队本来有很大的希望 拿下这场比赛 但富力队想赢得比赛 并不是要进多少球 而是要看防守如何 可斯托伊科维奇之脚以来 富力队的防守一直就是没有得到改善和解决 上赛季 面对不稳定的防线 斯托伊科维奇错误的把黑锅扣给了黄振宇被脱后的中位线上 中途引进锐点人斯文森就是证据 可赛季结束事实证明 富力队的防守体系不合理 请来斯文森也照样丢球不断 而这个赛季 面对排名倒数第二的丢球数 这一次 斯托伊科维奇再次把丢球的黑锅扣在中位线上 引进托西奇就是证明 可是 防守体系不合理 托西奇在场富力队依然照样丢球 可就这样明显露骨的现实 斯托伊科维奇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战术体系有错 而硬是把黑锅扣给防线上某个人 本场比赛富力队连丢两个球被扳平 舆论就是把丢球的原因怪罪在黄振宇身上 说句客观的话 如果不是黄振宇 富力队这场比赛的走向 就绝不是两球领先 而更应该是早就两球落后 最终会败 为什么 第十一分钟 如果不是还一个偷的黄振宇 干扰比方了董学生 富力队的球门早就失手 第二十分钟 又是黄振宇顶防住董学生 才让董学生的投球空门打在门框上 去想一下 如果不是黄振宇 富力队就那样轻易的被对手传中 轻易的被董学生抢到位置冲顶 富力队是不是早就该先丢两球了 富力队丢掉的两个球 其实也并不是完全黄振宇的失误 第一个丢球 跟董学生争顶的是谁 是将吉红帽顶 第二个丢球 又是将吉红拦住了黄振宇的部位 结果董学生敲在里提箱前面冲顶破门 再来看看董学生争顶前 他们是从什么位置上传出来的 富力队在那个点上的球员都干了些什么 王正宇身材矮小是事实 但他在比赛中有很娴熟的拿球控球能力 有很好的部位意识 按理说 他更应该出现在后腰榜首位置上更恰当一些 可自托一颗围棋 就是要把他放在中位位置上 而且还是托后的那个位置 面对对手身高马大的外援前锋 黄振宇那样的身材 能扛的住已经是不错了 如果自托一颗围棋依然还不知悔改 依然不承认自己战术体系有问题 依然继续把黄振宇定位在中位位置上 那么 富力队的丢球就依然继续存在 黄振宇也迟早会被那样的被黑锅毁掉 富力的防守问题 不是防线上某个人的责任 而是斯托一颗围棋的战术体系就是有问题 不改变战术结构和体系 就算富力俱乐部再有钱 把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威娃来 富力队也这样丢球不断